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交通处同仁向他报告 基隆负担捷运的经费有暴增的趋势 他希望中央能多体谅基隆的财政状况 针对基隆捷运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基隆市长谢果良在行程当中回应记者的提问 根据交通处给他的报告 基隆捷运地方应负担的经费已暴增为53.86亿 这和原先所提的17.7亿元大不相同 地方负担额度暴增三倍 这一点会对基隆的财政产生重大的影响 针对基隆捷运地方的负担额 将暴增三倍来到50几亿元 我们认为这个会让基隆再度的陷入 所谓的财政黑暗期 国发会我们去年市政府在林市长任内 也发文给国发会表达应该由中央来负担大多数的金额 所以我希望基隆市府能够在近期有机会 能够跟行政院好好的来针对升格 以及地方的捷运负担额一并的来讨论 要不然的话如果以基隆单独就要来负担50几亿元 我认为是有自爱难行的地方 民众党籍立委邱成远他本身也是基隆人 肯定基隆捷运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也会积极关注后续进度的推动 那今天终于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我们希望后续在三个县市 包含台北新北跟基隆可以攜手来合作 跟中央一起打造一条具有效益的基隆捷运 因为我想基隆捷运它的主要的路郎 是跟基隆河谷郎带 来去做一个延伸 那包含它可能过去碰到困难的问题 是跟台铁的路轨有重复的状况 但是经过几次的沟通之后 现在应该要作为基隆河谷郎带的 一个产业的发展 跟社会住宅的一个提升 怎么样把双北的人代表基隆 把产业串接起来 甚至跟桃园捷运串起来 变成北北基桃共同的一日生活圈 从产业青年住宅跟社会关怀的角度 来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基隆捷运 我想这个才是人民所期待的 那针对八堵进基隆第二阶段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交通部尽快来去说明 那不要再让基隆人苦苦等候 也不要再让大家伤心了 基隆捷运的议题与进度 中央跟地方都相当关注 相信在各方的合作下排除各种困难 最后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出现在市民的眼前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 后资十亿元新建的 基隆港务分公司 东岸旅客中心 议长同志伟 希望市政府和港务分公司 共同合作 一起迎接疫后的邮轮观光 想办法留住邮轮旅客 在基隆观光消费 立都迭克花园 也就是俗称的空中花园 如果可以搭配大型邮轮停靠的 基隆港美景 以及花园里面的造景 相信将成为基隆新的拍照打卡景点 这里是耗资十亿元新建的 基隆港务分公司 东岸旅客中心 不仅外观新颖 沿着中正路的旅客登船 玻璃帷幕通廊 让参访的市议员们 眼睛为之一亮 随着进入最重要的 全新国际级自动查验柜台 拿出护照放上去 资料直通内政部查验 可在大量旅客要通关上船前 每15秒左右 就让一位旅客通过 每小时可应付 2700多位旅客通关 新一届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 基隆港务分公司东岸旅客中心 受到基隆港务分公司的欢迎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位 也感谢港务分公司的接待 虽然港务分公司不属于基隆市议会监督的范围 但是市港发展一体 特别希望基隆市政府和基隆港务分公司 共同合作 一起迎接疫后的邮轮观光 想办法留住邮轮旅客 在基隆观光消费 振兴基隆的经济发展 那疫情的状况 所以我们邮轮大概停滞了三年左右 那造成我想全世界全台湾每一个县市 都受到深深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这几年的产业链 其实靠邮轮靠港务公司 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族群和脉络 那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 经济发展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 其实市政府有很多单位可以整合在一起 过去很多公务器官公务体系 可能就有文化是 大家做自己的事 那其实这个邮轮 对基隆市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包含步道 交通观光行销的各个方面的整合 其实需要靠秘书长来整合 每一个处室每一个科室 让整个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可以根据邮轮来做一个基地 那尤其我们市港再生计划 我们广场比较完工 那我们现在外面这个平台快要完成 那我们希望可以加速来进行 那所有的邮轮旅客来到基隆 那是感觉到舒服的 感觉到开心的 最重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来基隆 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旅客 回流 就跟参资基隆的方式一样 他如果愿意再来 代表我们 城市的发展成功的 我拜访市长 副市长 以至医书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到 社会团队非常地支持 整个邮轮观光维神店 那也推出了邮轮旅客步行的一种动线 折叶检测的一种具体 那我们感觉到整个数据团队也非常的动力 那这种旅客来了以后 在港区周边的一种活动 动线步道 在市府的协助之下 现在即将要完成 港区公司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一座来做交流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透过各方面那种交流就能做 让基隆港能够为基隆市 带来更多的一种经济机会跟翻译 我个人也有非常大的期待 我也希望在这个 除了这个旅运中心 这个地方之外 我未来也希望能够跟我们 我们的市中心区整个串联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都市发展 过去 我会跟港公司这边一起密切合作 来把周边的一个发展 然后再进度的来提出一些 未来的一些播放 最后基隆港务分公司也带领议员们 参观在一楼出关处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布置的 渴望游基隆的行销区 希望游轮旅客可以借由美丽的 基隆山海景观大型照片的吸引 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多留几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前一阵子 新山水库的水位下降 引起民众的担心 因此基隆市议会特地前往口查 水公司方面指出 所有的工程都已经完工 开始恢复正常的蓄水工作 如果五月底前可以蓄满水 那到明年都不会有缺水的问题 市议员们看着新山水库 裸露出来的黄土城 水库水位还是相当低 这也是看在民众眼里 担心基隆是否又缺水的情况 由于农历过年前 传出新山水库水位 正在进行相关工程 导致水库水位下降 引起民众的担忧 因此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到 新山水库考察关心 也听取水公司的报告 我们都知道民生用水 也是我们市民所最关心的 那今天主要来这个试证考察 主要是因为之前 就是有关水压一些供水的问题 那我们要了解说 这次我们第一关系处 自来水的一个泄压的 一个放水的问题 还有这个管界的一个 开放的一个工程 是不是会影响到 我们市民的一个供水 的一个正常 自来水公司方面表示 所有工程都已经在 二月中旬完工 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蓄水工作 每天从基隆河抽水 二十吨左右 其中十吨储存到水库里面 如果天气没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预估五月就可以接近蓄满满水位 今年度基隆就不会再缺水 那我们一天大概抽二十一万 二十一万其中的 大概有十万左右 到十一万之间 是进到我们的新山几水厂 然后去做一些净水 净水处理设备 来供基隆 大基隆地区的民生用水 那另外十万到十一万之间 我们就把它抽到水库来做一个蓄身的动作 所以说从二月十六号到今天 我们大概已经抽了大概一百 水库的水位现在 库存量大概是一百六十五万吨左右 那我们公司的目标 大概是在三月底 我们要达成四百万吨的蓄水量 例如说一天十万 三十天就三百万 那再进一天 所以要四百万 那在四月底的时候 我们已经要达到七百万吨 七百万吨的话 大概是水库的运转归线左右 等于是它表示它安全 将来七八九 这个铺水期的时候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比较乐观是说 希望因为基隆的地区 就是有个条件就是 三四五 甚至到六月的时候 它会有些雨 然后基隆会有水 所以我们最高的目标 就是在五月底 要达到九百万吨 那如果达到满水位的时候 那整个基隆 包括到明年的 民生用水大概都没有问题 另外市议员也利用这个机会 和水公司方面做双向沟通 主要集中在各区自来水管 如果破裂时 请水公司可以及时反应处理 并且告知议员们相关处理的进度 让议员们方便向民众报告 副议长杨秀玉也代表市议会 感谢水公司一区处的接待和报告 让议员们了解基隆的水情状况 因为毕竟自来水公司不归基隆市议会监督 但是议员们可以向市民朋友报告 基隆的民生用水没有问题 请大家放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际福人3481地区第十分区的福人社 到基隆朝鲸公园进滩 并在基隆举办联合例会 基隆市长谢国良 感谢福人社发挥公益服务的精神 也鼓励更多的社团到基隆举办公益活动 促进在地的观光与经济消费 国际福人3481地区第十分区的百福社 福友社 幸福社 天爱社等八个福人社 全体社员特别来到朝鲸公园浸滩捡垃圾 进行环保教育参访 透过亲近基隆 更加爱上基隆之美 第一个我觉得基隆风景非常好 我是第一次来 探围观止 第一次来那个公园 以前只能到基隆庙口吃完就回家了 第一个非常漂亮 而且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因为清了一堆的垃圾 而且你们的导览很棒 让我们有觉得是公益 学习这个寻优参访的一个活动 非常棒 我以前在基隆教了三年书在重用 都是上完课就回家 上课就回家 对基隆都不了解 这就是基隆之美 那个海边看 以后我会常来的 我们是配合国际福人 他希望就是说环保救地球 然后我们3481地区特别有 希望每一社都能够完成浸滩的活动 那所以我们就特别联合各社来一起 然后来浸滩 然后我们就是请八斗子 这个观光促进协会来 帮我们做这个所有的准备 然后导览 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去 剪垃圾 比如说他有分类 然后他还要帮我们计算重量 然后他还会帮我们登记到这个ICC 就是国际浸滩组织 这个协会上 这个网站上面去 这样子 我是基隆人啊 只是我是参加台北的福伦社 特别我们还有请到台北的 另外一位慈恩社的 慈恩福伦社的社长 他叫阿默社长 他是阿默蛋糕的董事长 今天他也会来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 他能够来基隆注点 刚才会在考虑来基隆注点 有 我有在考虑了 真的我觉得基隆一直在进步 跟我们以前这个港口 已经改变太多了 太漂亮了 因为我是国立海洋大学毕业的 所以我是就地重游 今天跟着福伦社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以前在这边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 很棒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有住在基隆 基隆台北两边住 我觉得基隆非常棒 现在越来越棒 我是从小在基隆生长的 所以我觉得基隆这几年的改变很多 大家都说很棒 基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渊祥与立委邱成远 都应邀出席国际福伦3481地区 第十分区的联合例会活动 也感谢福伦社发挥公益服务精神 关注环保与生态 就是每一个人 甚至每一个市民 每一个公民 都伸出自己的一双手 来替这个环境跟这个社会 尽一份力量 所以为什么国良 小爱爸爸一直有提到 希望打造有爱的城市 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个人 出一点点力量 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很温暖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感谢 大家今天过来来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未来 鼓励更多的社团 因为要倡导永续 或者是环境保护 来基隆做更多的供应活动 顺便来基隆参访 那一方面参访 一方面海洋 因为海洋是很多永续 及供应活动的主体的核心业务 那未来大家一起参与更多的永续 然后来基隆观光 这样也促进整个基隆的景气 也促进基隆的消费 我觉得是一举好几得 今天很开心 基隆是迎来了 国际福人社三四八一地区 四社联合阅历会 来基隆从事进滩 以及做联合阅历会 包括演讲的工作 那国际福人社走到最国际的尖端 在基隆做这个海洋的进滩 海洋是台湾这个岛里面 最国际的一个范畴 因为所有的大洋都连在一起 基隆是面临的第四天然气接收战 要在基隆港的外海来兴建 以天海遭路的方式 我相信透过今天的演讲 我们要表达基隆人 希望台北台湾各地的朋友 一起跟着我们 保护我们的海洋 让海洋永续 让下一代环境更好 好我想这个非常感谢我们福人社 我们相关的这个社团组织 到基隆来办这个进滩的活动 我们知道2050进零碳牌 是我们现在目前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那如何在环境永续跟产业发展中取得平衡 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格外有意义 尤其基隆是一个海港城市 那也是目前在我们谢国良市长的主政之下 他希望打造成亚洲最友爱的城市 所以在这个我们友爱的城市 跟环境永续以及产业发展中 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活动 来达到三位一体的效果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拥有山海美景与美食小吃 他也鼓励更多的社团 来到基隆参与公益 也借此促进基隆在地的观光与经济消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继台湾食班后 中国去年又将白带鱼 五载鱼列为禁止输入 基隆每年数千顿的鱼货量受影响 基隆区会协助行销鱼货 这一次再度加强力道 邀请议长童子卫一起示范 白带鱼 五载鱼的料理 让民众在家就能自己做 裹上蛋黄 炒成金沙 最后包住鱼块 下锅油炸 光是看的 令人垂涎三尺 又或者是这道淋上葱姜蒜 香味渗进鱼肉里 一口接着一口 不管是清蒸 或者是油炸 饱满的鱼块送进嘴里 新鲜肉质 搭上海味 香气扑鼻 因为中国去年禁止台湾水产品进口 身为北台湾最大鱼产的 基隆巴豆子鱼港 业绩大受影响 基隆区会加强宣传力道 前来就是议长同志位一起来卖鱼 大概前省的白带雨 我们大概在基隆 如果集散的话 我们大概在那 大概三分之二以上 可能不止三分之二 大概七八整个就在基隆 协助我们这些移民 也希望转达中央人 支持我们这个 因为他自销的关系 也是不能出口 能不能帮我们 行销到别的国家去 不止大陆到别的国家去 听说现在日本韩国 都有在行问我们基隆的白带雨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全国的民众 来多加来采买 我们的白带雨 新鲜肥美 那今天刚好我们也有五载鱼 五载鱼大家知道吗 过去十多年前其实野生的比较多 那十多年后 其实是进入养殖的时代 那五载鱼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一般的鱼都是在 腹部比较有油脂 那五载鱼呢 其实它是全生 因为透过这个养殖的这个飼料 全生都是一个 分布非常平均的状态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 采购我们的白带雨跟五载鱼 让我们这个渔民 可以有比较好的状态 基隆每年数千顿产量的 白带雨和五载鱼 出口受到阻碍 基隆区会大力行销 希望帮渔民拓展各种通路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疑虑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祠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祠云寺指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祠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怨仰 到了祠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全台目前闹血荒 基隆信义区低特奖社区 深吸路原创工与发乐衣业者等 在土地工的指示下 办理了捐血活动 除了一般礼品外还送了三百件的发热衣 吸引了不少民众捐出热血 民众来到土地工庙排排座 大家不畏寒冷 卷起袖子要捐出热血 觉得我要救人 然后现在又很缺血 所以就多帮这个人家 今天捐多少 五百cc哦 多久捐一次 站个月前 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 血带进件鼓起 疫情趋缓 但全台血库缺血 为在基隆深吸路上的 原创工土地工庙 结合第一特奖社区 举办了捐血活动 还送出价值千元的发热衣 土地工就是说 要办好的工艺 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次捐血 全国都欠血 但是我们就是说 来主办一个捐血 是非常好的工艺 那又遇到非常好的 PP石墨基他们的厂商 又送发热衣 一件大概一千多块 还有陈寗的精油 二性的白米 还有土地工的发财金 就请大家共襄胜举 尽量把捐血的量 冲到最大 石墨基发热衣厂商 特别准备了三百件发热衣 给完成捐血民众 让平常有捐血习惯的民众 又惊又喜 最主要是想做善心 怎么说 先听说最新血库有缺血 一般应该都是一些 家里用的日常用品 那这次呢 这次有你说的石墨基的 保热衣 还有蜜 对对对 我来到保热衣 非常喜欢 而且我平时就有捐血习惯 那不觉得就觉得 分身不自在 我感谢我们组委 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也是一直争取来的 就像捐血活动 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公益 那我希望后面呢 还有这个机会呢 说其他地方我们都可以参与 知道 金融市议员 韩世玉 林佩祥 及校总理长 林从道都到场 共襄胜举 金融连续几天下雨 天气寒冷 但民众热情不减 原川公是非常久的一个律师 那在这个我们这个廖主委 我们李主委 以及廖主委的带领之下 那在这几年当中呢 我们一直都在办这个捐血活动 那我们常讲就是这个 就人一命 你捐血以待 那一起来做爱心 那化小爱为大爱 那帮助呢 我们更多更多的这个民众 好朋友们 那这个是我们的心意 那也非常感谢了我们 佩祥副院长 那一起来到我们原川公 那与我们的共襄盛举 那希望说呢 在展新的未来当中呢 我们这个爱心呢 还是要持续的做下去 据我们所知道 虽然目前疫情已经慢慢销缓 新冠肺炎已经正式流感化 但是我们的医疗资源 仍旧有缺乏的地方 尤其是血 基本上台湾常常在闹血荒 那我们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更多健康的血液 来帮我们做手术也好 还是紧急输血也好 所以今天佩祥来这边 跟我们原川公 跟我们第一特奖 尤其跟我们 治愈我们自己同事们 共襄盛举 希望说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在寒冷的冬天的时候 帮我们的好朋友 帮我们这些病患们 再多尽一点心力 多捐一袋热血 非常感谢原川公 举办这样的一个 继续的公益活动 所以办公室这边 里长这边也 赞助了洗衣金跟洗碗金 希望共襄盛举 希望能够在血荒的这一段时间 能够停过去 然后让我们都能够借着公益活动 然后让这个社会更好 除了捐血就送发热衣 还有白米土地公的发财金 庙方感谢无私的捐血人 纷纷动起来 希望让血库的存量不再吃紧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为了方便往返台北金融的通勤民众 金融市政府方面提出了109班次 台铁直达车 增停南港站的折中方案 立委蔡世应特别邀及台铁协商 并建议台铁在4月大改点前 能先行事办 确认民众搭车的状况是否可行 台铁方面也允诺在一周内决定如何实施 对于金融市政府提出台铁109班次 增停南港站的直达车折中方案 在立法院蔡世应邀及下 台铁局局长杜威特别率领同仁 到国会办公室说明相关进度 台铁方面表示 因为增停南港站涉及到时刻与班次调整 知识体大 需要更详细的规划与评估 台铁局特别来委员办公室 拜会委员 也了解到地方的需求 那针对列车是否增停的部分 台铁局会带回去研议做仔细的评估 那目前最主要的一个困难点在哪里 针对列车的行驶的仔细的时刻的部分 我们还要去针对仔细的去评估 增停是不是可能对列车 其他列车 临近时间内的列车造成延误 这个都会对旅客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个要很仔细的去评估 由于台铁预估4月将进行一波大改点 蔡世英建议台铁方面可以在改点前先行事办 台铁局长也允诺在一周内决定如何执行 那因为现在有许多人反映说 这个南港转运站本身位置越来越重要 所以南港车站跟南港转运站 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增加的站点 那今天早上我特别邀请了我们的都会度局长 还有他的重要的这样的调度室的相关人员 大家还讨论 那局长表达说这个议题应该是有可能可以来实行 那我会建议的方式先用事办的名义 因为台铁预估在4月底的时候 会有个全部的大改点的计划 那我是想说我有跟特别跟局长提到说 在正式大改点之前 如果这个班次真停南港车站 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改点的状况的话 那也许可以用事办的方式 让民众来使用看看 觉得在南港站多停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班次本身有没有影响 以及民众的需求高不高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前后班次都有停南港车站 所以对民众来讲他的选项很多 会不会把这个班次列为他优先选项 这个就是民共的用路人 他本身的一个习惯的选择 所以今天主要跟局长 跟我们所长 这边有聊了很多这样的议题 那台铁允论说 赶快竞速一个礼拜内决定 这个实行如何来实行 那我也非常高兴 局长有听到我们地方的一个建议 那主要原因是 我会竞速来促成南港上的家庭 但南港上的家庭 还是要看胃癌的酝酿 能不能达到满足的需求目标 那最后作为四月底台铁 重新改点改班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参考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